海贼王,索龙十字架登场,乌尔提终于摘口罩了。 1012画的全部情报图已经更新,这一画的内容比较杂,看点也不少。 最大的亮点就是索龙被绑成了一个十字架,被山智扛在肩上,看得人瞬间笑崩。 还有一直不露真容的乌尔提,在这一画也终于摘下了口罩,虽然还是看不到正脸,但也可以看出,乌尔提的脸应该是比较正常的,不是有些人想象的蛮鱼嘴。 以下是详细的情报分析。 九霞这边,警卫们的智商终于再现了一回。 他告诉其他人,现在各条战线都是敌众我寡,所以咱们应该分头去帮大家。 于是警卫们去找陶支柱,小局解决看十郎,猫腹蛇得知了佩德罗的死讯,去找长子算账,其他九霞也各自散开。 这样看来,猫腹蛇锁定长子应该是没疑问了,考虑到猫腹蛇的实力,这场战斗应该也不需要其他人插手。 再说大河。 这家伙弄了个假陶支柱,自己带着,试图以此引开敌人。 但陶支柱和小忍都看出来,其实他就是想打架了。 想想也是,陆飞在屋顶单挑凯多,大河却还在下面,被一小色鬼占便宜,啊不对,是保护陶支柱,这活干得太无聊了。 陶支柱告诉大河,屋顶现在只有陆飞和凯多在,大河一听更着急了,这我得抓紧上去啦。 啊,万一陆飞干翻了凯多,我就没得完了,万一凯多干翻了陆飞,我更没得完了。 大河这是铁了心,要跟自己老爸打上一架了。 话是这么说,但我还是觉得,北田不会安排大河真的对上凯多。 一来毕竟是妇女,口嗨两句也就罢了,真的刀兵相见,场面实在不好看,容易在读者中引发较大争议。 二来凯多是陆飞的经验包,陆飞要成长为新一代的海贼王,就必须独立战胜凯多,不能再借助外力了。 否则传出去,陆飞大河二打一击败凯多,等于陆飞还是布鲁斯皇吗? 另一边,山智扛着索龙十字架登场了。 要说索龙和山智还真是有缘,罗带着索龙下来,结果正好碰上了山智。 按理说,照顾索龙应该是罗的工作,他是医生啊,结果罗一听到大妈在那吼,担心积德那边扛不住,决定过去瞧瞧,把索龙扔给了山智。 罗告诉山智,索龙断了二十到三十根骨头,你得先给他治疗。 估计山智都气了了,你一大夫,还是外科的,把伤员交给一厨子照顾。 不想当医生的厨子不是好孩子是吧? 甭管他断了多少根骨头,你跟我一厨子说不着,你让我怎么着? 拿这些骨头炖汤吗?我就会这个。 你让我包扎,我就只能给他包成一十字架,你也别说我不专业,人家佩罗娜也是这么包的,还躺上面睡觉呢? 其实想想也对,十字架有十字架的好处,打架的时候抡起来,缠上武装色,砸人也挺疼的,无上大块十字架呗。 反正索龙和山智说了几句话,就呼呼大睡了,你就是拿他砸人,他也醒不了。 打累了,把十字架往地上一处,还可以靠在上面休息,多带劲。 山智就这么扛着索龙,跟何松和义堂会合了。 何松和义堂告诉山智,锦卫们已经去找陶支柱,那边不用再去人了。 估计这两位说话的时候也是憋着笑的,因为锁龙和山智看起来太二了。 这要是出个锁龙十字架手办,肯定能卖疯了。 纳美这边,乌尔提为了给弟弟报仇,飞针乐器,一头撞向大妈。 不知道什么原因,乌尔提要起跳的一瞬间,他的口罩突然没了,可能是韦田疏忽忘记话,结果乌尔提就露出了小半张脸。 虽然没有特写,看得不太清楚,但起码乌尔提的嘴和鼻子都和正常人差不多,不是恐怖的七三蛮,也不是卡二那种大嘴獠牙的模样。 当初卡二给读者带来的视觉冲击还是不小的,像这样的操作,估计韦田也不会再来第二回了。 一看乌尔提竟然向大妈出手,纳美心中狂喜,赶紧跳玻璃剑,可大妈并不和她联手,扬言干掉乌尔提就收拾纳美。 纳美又试图联手,乌尔提,结果乌尔提的回答和大妈一样。 这叫什么?若国无外交? 自己没实力,想靠合纵连横取胜,太天真了吧?果然,下一秒乌尔提就攻击了博犬,小玉也受伤了,这一家伙,把纳美逼到了墙角,不战也得战了。 纳美的教训告诉我们,作为主角团的一员,低调发育是没有前途的,你不满上一把,作者哪有机会给你开挂升级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!